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操 今天是開高 想像不到開高 開高為什麼盤中賣壓那麼大 這個是經驗 你先看這裡就好 這天有上影線 盤中應該說禮拜一 盤中還漲不少 那有人說是因為 大漲是因為我們12強 12強冠軍所以大漲 亂扯對不對 因為這個也大漲 這個叫亂扯 這個不是也大漲 盤中不是也大漲 他們不是就要崩盤 這亂扯 不會講亂講 跟那沒有關係 我就說我禮拜一就講過 大漲禮拜一的開盤就大漲 縮盤是沒有大漲 開盤大漲跟棒球無關 怎麼會有關係呢 那有關係的話 日經指數不是就崩盤了 對不對 了解嗎 那我們看這裡 這一天跌 跌不少這一天又跌不少 你經過兩天都跌不少 禮拜二 這個禮拜一已經 大家讓大家有點失望了 因為這開高走低 就已經不太舒服了 對不對 那禮拜二再來一次 這一天不是就MSCI生效那一天嗎 對不對 就打尾盤 那禮拜二再來一次 那昨天 昨天又跌了更多 這連續三次的失望 你覺得今天開高有辦法撐住嗎 你用想像的 當你昨天想賣 沒有賣 或是賣不掉 基本上都賣得掉 很少說跌天板讓你賣不掉 很少股票是這樣 但是你昨天沒有賣 或者是你前天想要賣 沒有賣 對不對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哇我沒有賣很惡 然後你就覺得說今天開高 好在開高 你就會覺得說今天怎麼可能會開高 這支哪有可能開高 開1005哪有可能的事情 沒辦法還要開1005 你就會想要賣 你現在台積電你想要賣 你洪涵也想要賣 幾乎是每一檔股票你都想要賣 對不對 你看到盤勢有很多股票 那強勢股也很多就是開高 走地就甚至跌天板 那些比較投機的股票 就不講 所以我就告訴我 早上就告訴我會員 我早盤就告訴我會員 這個盤開高之後 一定會有很大的賣壓 而這個賣壓是集中在散戶的賣壓 這個要讓他們賣 你沒有讓他們賣他們不舒服 他們怕明天又跌500點 但你賣了以後就沒事了 就被人家拿走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連台積電都是這樣 你連台積電都會這樣 1000塊也守不住 最後對不對 也曾經也跌破1000塊到992 就故意來這一招 連992你看到這一招以後 你更會賣 因為992不是就跌破996 所以你剛好賣在992 你看到992跌破996 嚇一跳就賣995 那我們剛好買起來 你剛才買給我剛好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你看 那你看他鴻海也是一樣 第二大群職 他本來也是開 開盤也開得好好的 平盤左右 還衝到199 不是有這一條嗎 這個你要讓他消化這個賣壓 你用這個三檔比較大的群職股 他還開高咧 他還開高 聯化科第三大群職還開高 打到平牌價 對不對 最後是手盤是手高 一二三名嘛 可是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一點 我昨天解釋說 這個 川普說準備在上任的 第一天就簽署 對於墨西哥跟加拿大 要克增25%的關稅 我等一下會再講一次 川普還沒上任嘛對不對 但是他就很高的嘛 先講嘛 要引起動盪嘛 如果這個川普他講話 你就要動盪 我管你不要做高評了 因為川普很愛講話 你又不是沒有經驗 他以前當世聯絡統的時候 隨時就是講話 隨時就影響市場 你就撞不住了 你就開笑 因為他不講不行啊 他很愛講 他很敢講啊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關心 你要解讀他在講什麼 而且你也不要 不是說不要當真 你要用平常心去應付這個人 我等一下講這個 美墨加的一個協定 我要跟你講 他等於是 川普等於是打自己的嘴巴 那個先不要講 那我們看大盤 今天是不是 因為台積電破了996嘛 所以大盤就規定要破這個地方 這一定的啊 來打個卡嘛 因為破了以後你就緊張啊 你的大盤也破底 不叫破底啊破景線 那台積電也破景線 那鴻海也離開了 對不對到季線 你離開了嗎 童海早就破景線 那鴻花科是還沒有破景線 但是也是有意思要來測試 對不對 你看這裡就好 那你說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大的全值股 它是廣達 也是一樣在測景線 一樣啊對不對 這是大全值嘛 還有這個像什麼富邦金啊 這個前十大他拿出來講 富邦金國泰金都前十大全值 全十大全值 但是小師傅你有沒有發現一點 其實你應該昨天就知道了 如果你有研究技術分析的 你昨天應該就知道了 因為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你注意看喔 昨天縮盤這裡對不對 你說這個一定不會跌破嗎 我從來不會跟你講一定不會跌破 我說台積電跌破它就一定會跌破 因為這裡距離並不會遙遠 甚至我在這裡就跟你講 拉回都有可能再跌破這裡 好那但是今天 當然就盤中跌破吧 那你看這裡 你有沒有看出來 為什麼你會這邊賣 你看出來沒有 應該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這不是低檔區的問題啊 這不是說KD只是在低檔區啊 低檔還有更低檔 高檔還有更高檔 鈍化還有更鈍化 這是很明顯這個大 價格跌破 對不對 那你相對這裡對相對這裡 這邊有個低點 相對啊 相對跌破嘛 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看 這裡沒有跌破 所以就是表示說你昨天就知道 就應該要知道 因為昨天就可以算出來 就是今天 只要沒有跌500點 1000點 它指標會產生背離 這可以抑制的 所以今天跌100點 200點300點都沒關係 你要非常清楚 所以你應該要準備 早就心裡要準備 今天如果有低點 一定要買股票 所以你就沒有把握 你說台積電買回來 鴻海也買 鴻海我們之前是買173嘛 對不對 那這邊通通都沒買 那跌下來季線買嘛 季線附近買啦 差1塊2塊3塊沒有關係 這1丁20萬的股票差3千塊 對不對 這1%就20塊啦 不是1%就 這個1%就2塊啦 2%就4塊 所以我們不用計價那麼剛好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哪有辦法算到剛剛好的價位 很難嘛 你說計線是197.55嘛 你說老實說我比較厲害買193 那是你厲害 你買195也好 198也好 甚至買200都沒有關係 我是覺得說一樣 差沒有這個啦 就好像這樣好了啦 我們上次買173 你買167你說你比較厲害 而且你多厲害 還不是差不多 就多厲害啦 多賺2千錢而已 有些東西是不用那麼計較的 方向比較重要 對做對是比較重要的吧 那我剛剛跟你講 你看大盤為什麼今天它壓不下去 很明顯啊 因為你可以 因為你看到這個大盤壓的壓下來 你會覺得說好像跟昨天一樣 昨天不是就開 昨天就很扯啊 你看 開低走低 盤中還有高點 然後一直壓了300多點 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昨天跟你講過啦 就是因為整個 整個市場的氣氛 一直被在爆招媒體一直轟炸 轟炸到快 你說外資賣超 外資一定賣的嘛 因為我不是跟你講 現在台幣一直在扁 趨扁嘛 那台幣在扁值的階段裡面 外國人是要跟你買股票啦 這就規定好些好些 他是賣多賣少而已 你不要管他嘛 台幣升值他又回來買 都是這樣啊 你說外國他 那些外資QFREE 他下了一些期貨的空單 那一定要下的啊 他要扎黑菌他避險 他不用避險啊 那麽多股票 你有比他多嗎 那股票很多耶 那股票很多耶 百分之四十的股票是他們家的耶 那麽七八十兆的股票 有百分之四十是他的耶 快一半耶 他不用避險喔 當然要啊 你看 川普選上總統前前後 他一定會講一些話 外資比你還清楚啊 是不是啊 不能關人家避險啊 你聊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大盤他是短線在做一個整理 那月經線一直沒有辦法改變方向 所以每次到月線都是非常大的一個反壓 甚至最近到十日線就 雙周線就有大的反壓 對不對 因為月線的扣底值 對不對 在這裡嘛 那我已經講過嘛 因為你如果從周K線來看 那不太一樣嘛 你不能 你這個如果以短線來講 短線就是空方式在整理 我說情話邊啊 可是如果說用 用季線來看的話 他扣底值是這一根啊 這一根 這邊的位置跟這邊的位置 跟這邊是不一樣的 這邊相對低嘛 對不對 你看啊 你看今天收盤是22298 這一根是22 對不對 扣底這一根嘛 22268 他硬是收盤 不要讓他改變方向 盤中是不是有跌破22268 這是周K線啊 周線啊 這是周線的季扣底值 扣底這一根喔 這很明顯啊 你注意看啊 這個箭頭前面這一根啊 就是這一根啊 13周嘛 前一根 對不對 那你看方向有沒有變 沒有變啊 他還是往上啊 那下禮拜就不是這一根啊 那這一根就厲害了 這直接降下來啊 直接降下來 降下來以後 它的助長的效果就非常強大 就是合理這一根啊 這禮拜是這一根 所以 如果你了解 你就知道說 原來短線在做整理 短線整理啊 這就看得出來啊 但是中線它是方向多方式 所以打到季線 有沒有跌破都沒有關係 你就一直買就對了 打到季線 你不管有沒有跌破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跌破沒有關係嘛 台積電要跌破不太簡單 那要跟外遇什麼 所以 那老師你這樣子講 你的意思就是說 接下來 大漲的機會可能性很大喔 我當然是這樣講啊 我甚至跟你講啊 我甚至跟我的會員跟觀眾講 明天大漲的機會就很大 我不要 不要 不要扯到後面去什麼 12月要大漲 明年大漲 不要扯那麼遠啊 我說 就是以這個禮拜來講 以按照這個禮拜一到禮拜四 這樣子跌幅 因為 正常的情況之下 是不會連續性的下壓 實在是因為 川普講的那些重話啦 老實講 影響到大家的情緒 多少有 真的有啦 不是沒有啦 那因為它打壞了一些 一些盤面上的一個情緒嘛 那你連續性的一個大跌之後 明天 要明天要收週K線了嘛 那收週K線會不會收紅 這很難嘛 你要知道紅的話要到22996年 那要漲700點 漲700點有比較困難啦 不是沒有但是不容易啦 但是明天 以明天這一天來講 大漲的機會就相對高了啦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先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諮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我昨天跟各位講過就是說 墨西哥跟加拿大棒球都還不錯 棒球都還不錯 尤其是加拿大 他美國有30隊的MLB 就是職業的MLB 美國大聯盟 就有一隊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知道齁 所以他們稱為前世界大賽 有時候他們講說 我們是 有時候他們比賽 冠亞軍說世界大賽 我就剛開始 我就太懂 什麼叫世界大賽 明明就你們自己在玩什麼叫世界大賽 原來他說 我們加上了加拿大那一隊 所以就稱為世界大賽 隨著你說也沒關係 反正你就最厲害了 大聯盟就最厲害 這不可否定 對不對 那你墨西哥還其實不錯 其實很多大聯盟的球員 都是墨西哥 或是中南美洲 加拿大 或者歐洲是比較少數 多大美國打 打這個大聯盟 打這個大聯盟 是不容易的 真的很難 你在大聯盟裡面 你打 能夠說這個 打個幾年 真的很難 不然就是有的是3AR 上去又沒兩天就下來 上上下下 但是你能夠站穩大聯盟 那都是top中的toptoptop 有得top 所以說王建民就是top的 王建民在大聯盟 待了多久 那有top嗎 王建民有top嗎 我問你 哪一個可以投手 可以十九勝 那不是top中的 什麼top 那一般我們很多 其實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故意 講別人怎樣 我是說你真的要 站穩大聯盟 很困難的事情 有夠困難的 對不對 所以我是就事問事 所以我們12強大家很高興 可是我必須要告訴一些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我必須要告訴一些 比較粗淺的人 不懂的人 其實12強我們可以拿冠軍 是因為沒有大聯盟 12強規定不准有大聯盟的球員參加比賽 所以大股商品它不能參加 因為它是登入40個零單裡面 大聯盟就不准參加 不准喔 是規定的 但是經典賽就可以 那我們其實拿到12強冠軍真的是不錯 大部分12強其實都是比較3A等級的 甚至應該是比較3A等級的 3A已經不容易了吧 3A不容易了 3A在下跳上去就大聯盟 1A 2A 3A 我們那個投手 林玉銘不是很厲害那個投手 那年輕人 預估明年 就會到大聯盟 而且我預估他應該會站穩大聯盟 他有可能下一個王建民 他不會上升下下 以他的實力跟球數來看 我們一般是這樣評估 林玉銘 那個投手 年輕的投手嘛 對不對 題外話 所謂的 川普說要對墨西哥跟加拿大課25%的稅 其實川普是自己打聯 為什麼 因為川普在2018年他那時候當總統 他就跟墨西哥跟加拿大 簽了一個協議 叫美墨加的協議 他們自己的貿易協議 他就這樣跟他們兩個簽 他自己簽的 這個簽是修正之前的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以前在1990年那時候有一個北美貿易協定 川普是給人家改這個合約 改重新過來 對他美國有利 這個合約是他簽的 現在他要把他簽了 他要給他割25% 這樣就是翻會 對啊 因為這個協議現在還是在 它全名叫做USMCA 它這個協議還在 就是美國墨西哥跟加拿大 而且墨西哥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 占60% 美國啊 那東西買進來的 墨西哥最多 所以大家都到墨西哥設廠 變成到墨西哥設廠有罪你知道嗎 有罪你了解嗎 你不能說你是當初鼓勵人家到墨西哥進場 就是就進而且免關稅嘛 或是低關稅嘛 墨西哥人工便宜嘛 一定是這樣嘛 你這樣人去墨西哥設廠 像那個韋創跟韋影 我們說這兩支就好了 這都在那一二十年了 政策就都在那裡 我說韋影 你長期在大大什麼意思 長期在大大什麼意思 你說要 川普要課稅 就是這樣 川普到處課稅 大家股票都幫忙 就算韋影廣達 南瓜 鴻海這些有受到影響 那很多奇怪 很多的股票也沒有到墨西哥設廠 怎麼都有影響 台積電也沒有啊 台積電說到墨西哥設廠 你敢不聽過嗎 沒有嘛 台積電也沒有 年華庚也沒有 所以你底下你當然是買啊 你等這麼久 從2300到1900你不買啊 你不能買這裡嘛 我說跟你講要等 這兩個是買點 這兩個這個是買點 要等 等這個買點 那鴻海也是一樣啊 你說昨天買跟今天買 都一樣啦 差到兩塊錢 它不是就回到季線嗎 那廣達 還不是就一樣 全部都到季線 你看連這些檔股票也是一樣 是不是 我不是跟你講 這邊不能買要讓它跌下來 今天跌到621塊 不是又在季線 真的嗎 我說這幾個股票都一樣 都一樣 走勢都差不多 年華科也是啊 台積電也是啊 更加標準 所以這六檔股票走勢 完全一模一樣 全部都可以買 所以你如果不說一些投資股 你看百人 那卡不到漲停板 那插鍋票 那插題材 安裝又安裝 那我沒言說啦 沒有照道理的啦 那也沒什麼基本面 或者是怎樣 不講我也不批評啦 我們都說這大七塊 大七塊 我都說這大七塊 你現在這個時候去買這些股票 甚至我們有些股票沒有公開 你覺得我們勝算有多大 是不是就變得很大 就說明天沒有大漲 十二月也要大漲起來啦 那你不能一直卡在說 川普這個墨西哥 拜託你 你是不批評啦 你是不批評這個人 他本來就大嘴炮啊 你聽不懂你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啊 你要灌習啊 你要習慣他講話嘛 而且他對一下說 怎麼墨西哥怎麼課稅 八字還沒一撇 他都還沒上任 說他嘴巴做什麼 等他課稅再來再說嘛 那時候他們自己廠商會轉移嘛 那鴻海老闆不是也都跟各位做解釋了嗎 了解外運什麼 交了還有Telegram 以果3008 我跟各位講了 這個禮拜 我們報名這個1加1 所謂1加1就是1劑加1劑啦 所謂1劑就3個月加3個月 跟之前的3個月 1加1不一樣 之前是3個月加1個月啦 我們就這個方案就到禮拜五啦 好不好就到禮拜五啦 就這個禮拜啦 那如果你說覺得說 你要跟我們在一起來 一起同步來操作 那你就打電話到公司來報名啦 就打電話到公司來報名 或者是你看了我這TG 他怎麼寫啦 了解我意思嗎 那今天報告到這裡 那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好